渡海登陆作战一直被世界各国认为是难度系数最高的作战方式,一场渡海登陆作战能否成功不仅取决于对制海权和制空权的争夺,同时还受到气象条件、登陆时机、登陆地点以及火力运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可以说每一个因素都会决定这一场渡海登陆作战的最终走势。 二战时期的硫磺岛战役就让美军清醒地认识到即便拥有绝对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如果没有绝对的摊头火力压制依然无法夺取最后的胜利。 上个世纪90年代,当时的中国海军尚不具备强大的队的攻击能力,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一难题,中国海军曾经别出心裁的将59、62式坦克、130毫米加流炮和122毫米榴弹炮搬上了民船,以便给登陆部队进行火力支援。 这也是当时的无奈之举,到了21世纪初,患有火力不足恐惧症的中国海军更是直接将一艘053H型护卫舰改装成了火力支援舰。 九江号是053H型护卫舰的首舰,他自1976年加入中国海军服役,于2017年5月正式退役。 它的服役时间长达41年之久,九江舰全长103米,宽1068米,满载排水量为1700吨。 最初舰上装有二座单管100毫米舰炮,二座两连装上游反舰导弹以及六座双37舰炮。 在2002年改装成火力支援舰以后,拆掉了原有的二座反舰导弹发射装置,取而代之的是五座50管122毫米火箰炮。 这意味着九江舰能够一次骑射250枚火箰弹。 除了常规弹药以外,还可以换装云爆弹、紫母弹、燃烧弹以及布雷弹等多种弹药,能够为登陆部队提供一个强大的火力压制。 不过由于122毫米火箰弹的最大射程只有40公里,在提供火力支援时需要尽可能地靠近目标海岸,生存性变成了一大问题。 后来,中国海军特意设计出了300毫米火箰弹,射程也提高到了150公里以上,并且整套发射系统还采用了模块化设计。 这种设计最大的好处在于,一旦战时需要,可以直接将一艘万吨级民船改装成火力支援舰,如此的密集火力输出估计敌方的海岸都可以种装脚了。 众所周知,近几年来,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发展非常迅速,尤其是海军军舰以下小子的态势发展。 这让中国海军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已经朝着世界大国海军方向走去,尤其是我们国家第二艘航母即将服役,外界都在关注它的一举一动,612。 然而,有一艘舰同样引起外界的关注,它就是亚洲最强的驱逐舰,我国航母的带刀带未尝。 055万吨大区,近日有媒体报道,在北海舰队的老兵退伍文艺表演中,有一艘舰非常像传说中的055首舰。 如果猜测的正时的一天的,这意味着中国最大的驱逐舰已加入了北海舰队的序列中,而它的名字就是南昌舰。 其实早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055大区就被喷涂了上了101的弦号,而北海舰队的弦号就是从101开始的。 055驱逐舰作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战舰之一,让西方大国都在极力地关注它的发展。 军事专家表示,而055驱逐舰作为亚洲最强的战舰,具备防空、反潜以及对舰攻击的能力,可以说是海上的多面手。 而且美国的国家利益网站就对世界上的大型驱逐舰进行排名,我们的055万吨大区有幸入榜。 听说055大区服役的消息后,这让美国都非常惊讶。 要知道,美国最看重的朱姆沃尔特及各种黑科技驴一体,甚至还会搭载美国更好的正在测试当中的电磁轨道炮。 但这最终成为一个炮影,因为预算的不足,这型舰师建造了三艘就停工了,随后就不断地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先不管它是否真的服役,但是从现在驱逐舰建造的数量上来看,据网络上报道已有七艘同时在舰,这数量足以让美国震撼。 毕竟是它的朱姆沃尔特的两倍还要多,而朱姆沃尔特的先进主炮已变成了幻想,而以它现在的布局,无论怎么更改,调整,明显都不是055驱逐舰的112组垂直发射系统的对手,而以它现在投入的钱和时间,都足够再造一艘伯利-3了。 就连葡萄牙的德网友也表示,美军造的朱姆沃尔特对于他们说来,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图围美国航母战斗群。 近日,据外媒报道称,最近美国又一艘航母奔赴亚太,这艘航母就是美国斯坦尼斯号航母,对于这次双航母现身亚太的行为,也引来军迷广泛的关注,难道美国不打中东了? 对此专家做出解读,专家表示,美军此举意图已经非常明显了,就是要围堵中国,因为中国海军实力不断提升,一艘航母已经不够用了,必须下血本才能压制中国海军。 据悉,美国海军目前有四艘航母处于部署状态,除了刚刚说到的斯坦尼斯号航母以外,里根号航母日前刚刚结束和日本自卫队举行的历舰演习。 布希号航母正在搭载F-35C引身舰载机在西大西洋进行日常测试训练,而杜鲁门号则刚刚参加完北约自从冷战结束后举行的最大规模演习。 目前仍然在西北太平洋海域航行,图为美国航母战斗群。不难看出,在只有四艘航母处于部署状态的情况下,美国海军仍然挤出两艘航母配备到亚太地区,可谓是用心良苦了。 此次美国海军派出两艘航母到亚太地区显然是来者不善的,未来很有可能组成双航母进行示威。 的确,美海军双航母战斗群的作战实力向来是不容轻视的。 通常情况下,美国一个航母战斗群一般由一艘航母,两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四艘伯克其驱逐舰,一艘大型补给舰以及两艘核潜艇组成。 如果是双航母的话,那么除了所有护航舰艇会编程大编队,美国海军往往还有另外增派一些军舰以增强作战实力,图为美国航母战斗群。 美海军每艘航母最多可以搭载90多架舰载机。 为了节约经费和方便舰载机运用,平常执行训练任务时每航母一般只搭载60多架舰载机,其中超过一半为F-18EF舰载机战斗机。 据估计,美海军两艘航母组成的编队在一周时间内,大约能够通过舰载机战斗机发射近5000枚飞弹炸弹,大约能够摧毁2500个目标。 如果加上战斗群中护航军舰和核潜艇搭载的战斧飞弹,攻击能力是非常可观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对手远程打击力量的快速发展,未来美国海军将会实施一些新规则。 美海军宣布以后将不会随时公布11艘航母的部署动态以及执行的任务,也就是美国航母未来将重新进入到神出鬼没的状态。 不过,随着卫星技术的发展,很多银用公司都可以通过卫星的及时发现美国航母的调动,所以美海军的新政策的有效性就可想而知了。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美苏两大阵营开始了疯狂的太空争霸竞赛。 为了争夺技术和舆论的制高点,两大阵营开始将目标转向了月球。 美国从1961年到1972年实施了多次阿波罗登月计划,通过土星5号重型运载火箭,将多名宇航员送入月球,并成功采样返回。 苏联也不甘示弱,为了追赶美国登月的步伐,推出了N1重型运载火箭。 不过,由于技术和资金等原因,N1火箭的发展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最终,美国通过成功实施阿波罗登月计划,成功占据了航天技术领域的头把交椅,也对美国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推动起到了积极作用。 由此可见,如果想要进行奔月或深空探测,重型运载火箭是必不可少的关键技术。 因此,伴随着中国对月球和深空探测的不断深入,中国对重型火箭的需求已经到了一个新阶段。 据报道,中国已经开始研制新一代长征9重型运载火箭。 目前,长征9号运载火箭完成了深化论证,先期关键技术公关阶段,方案深化论证已于2016年6月正式批复立项。 如果一切顺利,长征9号预计将于2028年左右,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 从公开资料可以知道,长征9号火箭火箭全长103米,星级最大直径为10米级,起飞质量4137吨,起飞推力5873吨,近的轨道运载能力140吨,地月转移轨道运载能力约50吨。 从这些数据可以知道,长征9号运载火箭和美国研制的土星5号在定位上基本一致。 不过,长征9号火箭在设计和新技术使用上,比美国50年前设计的土星5号更先进。 比如,长征5号火箭采用通用化、系列化、组合化发展策略,美极火箭和助推器之间,可以根据任务需求不同,进行模块化组合,可捆绑液体助推器,也可以捆绑固体助推器。 再者,为了降低火箭的结构重量,长征9号在极尖段和整流罩部位,较大规模使用流量复合材料,包括电器和控制系统,也将装备故障诊断系统,最大限度保证火箭的自身稳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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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